我是温柔雪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每天都有新的万人迷出现 不多我一个 也不少我一个 与华众取宠相比 我更乐意取悦我自己 爱得有原则 算得有底线 是我的感情信条 谁说只有男人在感情中 才能占据主导地位 不要去定义女人 性别不过是我们自己 无法选择的天然属性 只有突破了自我约束 才能成就更有趣的人生 你吗 不是那个姑娘 都跟着前去的 你要这么直接的话 会吓跑你真正的缘分的 我倒了 刘布 能加强微信吗 没事 不要去 抱歉 我得先去一下卫生间 一会儿见 谢谢 亲爱的 我真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救场的话 我们第一环节就完蛋了 在你这儿成的 你要是 敢不介绍到我那儿去办婚礼 看我怎么收拾 今天呢 坐在这个会场里的 都是V Hotel 和温斯顿酒店的核心缘故 目前呢 我们的收购工作 已经全面完成了 两家酒店的高层人事调动 也已经安排妥当了 那么接下来 中层职能部门 也将进行相应的整合跟调配 现在由我来宣布 新的任命名单 行政部总监 由原V Hotel的Stella继续担任 销售部总监 销售部总监 由原V Hotel的 文森继续担任 市场部总监 由原 市场部总监 由原文森酒店市场部副总监 丁慧桥的 我是丁慧桥 一年前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在三十岁之前 回到V Hotel 拿下市场部总监的位置 而这一切只是我的开始 我不会顾及他人的目光 我只想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 不要用外表来定义我 贪恋前权的女人 不都是搔手弄姿的寄生虫 还有我这样 正面硬刚的工作狂 我叫戴希希 今年二十九岁 虽然我长得不丑 活得也不比谁差 但是至今 依然没有嫁出去 我是着急的 所以他们都说我是结婚狂 其实我只是想过三十岁之前 结婚生子的标准人生 而今天 我的幸福就近在眼前了 希希啊 又打扮这么漂亮 晚上跟刘柯有约会啊 今天是我们五周年纪念日 幸福呢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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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有情况啊 等你好消息啊 谢谢 谢谢 先走了啊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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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希希 拜拜 哈喽 艾米 嗨 希希姐 打卡成功 拜拜 明天见 希希姐 我下班啦 等你啊 我下班啦 等你啊 喂 你干啥呢 那个 我刚开晚会 现在跟段序他们 去跟客户吃个饭 现在吗 那我怎么办啊 要不你先去吃 我吃完饭就去找你好吗 什么叫我先吃啊 今天是咱们五周年纪念日 你让我一个人过啊 不是的 这个客户特别地重要 咱们改天补过好吗 其他的纪念日都可以补过 今天不行 补不了 唉 你们都干点正事啊 别那么拔我 你今天是要求婚的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婚礼策划师 全都约过来了 你求婚的男主人不在 我很尴尬的 你现在一个应酬的 比你求婚重要 比我重要了吗 果然还是现了原型 比较舒服 美人 你那双高跟鞋 到底有多少公分啊 我穿上我膝盖都打不直 果然只有你这样的女战士 才能驾驭那样的凶器 还能步步为营 怎么样 偶尔变刺身 有没有替你俘获到 什么新的猎物呢 我是去工作的好吧 我工作的时候很专业的 再说了 那种需要靠相亲 才能解决办理问题的男人 又瞎不去手 好 对了 你待会见到西西 可稍微见鸟万了 你们两个虽然都是我的朋友 可却不生存在同一个世界里 你居然说 你们两个虽然都是我的朋友 美人 我是有情敌了吗 小心点啊 我不用死的 我 不好意思啊 兄弟们 拜拜 加油啊 加油 好 准备得怎么样 我把这事给忙忙吧 求婚的事你也能忘 不是 最近有个项目资金出了问题 急得我是焦头烂额的 而且 确实是五年前说的话 真的是记不清了 那现在呢 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这样 我回头再准备准备 然后再好好求这个婚 除非戴西西这个人 你不想要了 否则今天这个婚 你一定得求 亲爱的西西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五个纪念日 每一年的今天 我们都会回到这里 回到这个我们曾经 许下诺言的地方 感恩和庆祝我们的相遇 这五年 你用耐心和信任陪伴着我 愿意给我时间 成为一个可以 为你遮风挡雨的男人 这五年 我一刻都没有忘记 最初的约定 我愿意 我愿意 成为你的依靠 陪伴你 爱护你 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进来了 进来了 我马上布置一下 你最好让他晚个半个小时 再出发 戒指是在衣柜的羽绒服的 右侧口袋里 你愿意嫁给我 你照片给我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 没事 不用客气了 赶紧回家办你的正事吧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哎 搞定了吗 弄得我们家小姑娘 跟做贼的似的 这两口子的活儿我不接啊 上杆子的不是买卖 这姑娘太想结婚了 跟这男的的感情付出 完全不匹配 会出问题的 别胡说 西西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只放心交给你来办啊 况且事情也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 她们两个很多年的感情 很稳定的 今天就只是个意外 哪有那么多意外啊 感情里的意外 大多都是蓄谋已久 就算不是故意的 也早就潜移默化地出问题了 总之这场婚礼必须由你来办 走吧 咱们也回家 哎 我先不回家 我还有个约会 要去哪 我坐着 拜拜 一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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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物件就是那个 我还怕你会不喜欢呢 为什么不喜欢啊 因为不够时尚呗 这个呢 是我老了传给我妈的 我妈希望传给你 谁可比那些俗气的大钻戒 有意义多了 谢谢爸 谢谢爸 我去洗澡了 你快点啊 怎么样了 还活着呢这是 别扯这么用的 出自人那面怎么说 哎呀还能怎么样 没聊两句就散摊子 当然 不是因为你啊 我觉得呢 客户可能就对文化产业 不感兴趣 对玩法和营业模式呢 也不熟悉也不信任 别说我们了 你怎么样 你这婚 成功没成功 求完了 恭喜刘总 喜提代家大小姐 赶紧呢 出来跟咱们喝两杯 庆祝庆祝 早上贵子 哎 别闹了 喂刘克 你今儿都跟家待着吧 别听他们乱说啊 有什么事 迷人公司说吧 记住啊 不要对命运做无意义的挣扎 公义留走 求婚成功 恭喜 来 哎呀 刘克是合适了呀 要不说婚姻改变命运呢 她找了戴希希 相当于啊 少奋斗好几年 换成你啊 你还真合不住 我怎么 这个戴希希啊 你以为伺候得了好 这个软饭也不是谁 都能吃得下去 我吃得下去 你得了吧你 不是你们怎么那么 小人物心态啊 就盯人这点不放 人刘克天天跑业务的时候 没日没夜的你们都干嘛呢 我今儿不是在车上 跟你们说了吗 即使没有戴希希 刘克她自己也能行 好 不是 风气得改一改 不能一天胡说八道 来 好 改改改 八卦 努力喝酒吧我们 别乱说啊 这么宝贵的机会 怎么给弄丢了 临时通知了 时间太紧 没来得及准备 你们要准备什么 你们去陪人家吃饭 需要准备什么 人家约你吃饭 又不是约你提案 意图还不明显吗 陪人家吃好喝好 聊开心不就行了吗 这样至少可以再争取 一个提案的机会 不是吗 死心眼啊你 啊 学习了 学习了 那 那以后 要是再遇见吃饭的事 我一定好好吃饭 你少跟我饭鼻 你 东旭啊 我白糖又多了 跟你脱不了干系 你进 胡总 对不起 这事跟段旭没关系 是因为我的私事耽误的 刘柯啊 听说你求婚成功啊 那先恭喜你啊 来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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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真是 真是太重感情了 当然 我并不是说这个私事 就一定没有工作重要 但是 你也要协调好时间嘛 胡总教育的是 以后我一定安排好 自己的工作时间 现在出现这么大的 资金缺乏 昨天这个出资人 又是很有实力的 你们俩想想办法 约一下人家 多打几个电话 表示一下诚意 再一起把事情 说说清楚 希希 你这次是不是得 请一顿大的了 对啊 对啊 这次理解大的啊 好 抱歉我 放心吧 帮我办好手续 统一请你们来一顿大的 好 好 希希 你最近找这个干嘛 你直接跟宗主管 打声招呼不就行 我也不想搞什么特殊 这个手续呢 我是一个也不能落下 我的助理陈扎青 会跟进你们婚礼的事 具体事情 直接跟我先生联系吧 这就是你们忙了一天的 酷役提案吗 嗯 你们修改的方案 我都已经看过了 朱莉 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文案里面 除了文字比较漂亮之外 里面的实质内容 和上一次的有什么差别 难道客户提案会失败 是因为写你的文笔 不够精彩吗 照着会议记录重改 这文案里面的每一个字 我都要重新审 还有这个效果图 这是在搜索引擎界面输入 会议室空格 新潮 里面的第十页的第二幅吗 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改了颜色了 也改了尺寸 还改了装饰品 可是欧宁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认为只有你一个人 搜得到这张图吗 你觉得客户看到之后 会怎么想 还有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最新的 我没有再说数据有问题 我说的是这个数据 和最新的PR稿不符 这两者必须保持一致 拿回去 从你做一个发给我 我知道了 后天就要提案了 你们之前已经失败过两次 事不过三 这次必须成功 所有人抓紧时间赶紧赶 我会在办公室里面 一直陪着你们大家 有任何问题随时讨论 真是白瞎了一副好皮囊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这个背后议论 别人不太好嘛 我觉得她这个能力 还是蛮强的 能力强 能有什么用啊 在大公司里能人多了 像她这么不会做人 迟早摔得很惨 真对不起啊 哥们 连累你对老板吧 回头我再跟她解释清楚 是我的问题 还不至于啊 是谁的问题 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胡总 她不就是这么一气软怕硬的人吗 她不敢跟你说 就拿我撒撒气 哎 我都能理解 但是眼下啊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得赶快找出一个新的出资人 那才是一大麻烦 嗯 对了 今天要是碰到希希的话 千万别提上位老板骂的事啊 我担心她又要搞事情 哎 我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那我上大学那会儿 腻腻歪歪的时候 你 这呢 哈喽 找你们好久啊 哈喽 段旭 嗨 您好您好您好 来吃饭 嗯 吃个鸡腿吧 我跟温如雪约好了 等下班之后呢 就可以去她的工作室 谈婚礼的事情 啊 行啊 我对这行一窍不通 你自己去就行了 但是你怎么办 我都听你的 那怎么能行呢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自己去算怎么回事 哎 对了 那个晚上啊 咱们约了出自人吃饭啊 别诱耽误正事 哎 段旭 什么叫诱啊 二结婚怎么就不是正事了 我坐在这里还这么出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啊 但我觉得啊 凡事呢都应该分一个轻重缓急 你也不希望刘柯 总因为私事耽误工作吧 而且他刚坐上现在这个位置 你说如果总耽误工作的话 同事和老板该怎么看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上午有老板发脾气了 都听说了 但是工作是工作 结婚是结婚 都不能耽误的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他现在要忙结婚 很多事情要准备 肯定很忙啊 那你作为好哥们 你就不能帮他分担一点 哎 行了 行了 那事本来就是应该我去的 段旭是替我挨的嘛 你这一不了解的情况 就少说两句呗 好 都下班了 有事找我吗 听说你第一天上班 就带着部下 全带着加班呢 我忍不住过来看看你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他们迟早认可你的 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只是在其位谋其职 不想要错过原本可以拿下的合作 准备参加库议提案啊 那是我和老张啊 就是你这个位置 前任的总结放弃的项目 需求不匹配 没有去追求的价值 但是你们的角度不对 这个项目的重点不是销售 该从市场定位出发 你呀还是没变 没人能改变你的想法 行 你要认定了 你就去做我支持你 你们快看丁慧桥的表情 你们快看丁慧桥的表情 销售部要首先发纳 销售部要首先发纳 这太轻薄了吧 实际大型的呢 电话联系不上你 电话联系不上你 我在你家楼下 端了好几天 我就想着要是能再次遇见 收铃还有机会 历史没多久 我就搬家了 你这么事情能不能 不要这么绝对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换一个 更大一点的房子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还有邮件要回 行 那你忙吧 祝你天安顺利 加油 吃饱了 吃饱了 饱了 吃饱了 走 好 请问是刘经理吗 是我 你好 本来昨天饭局 就该见面的 听说你临时有事不能来 很遗憾没能见到面哪 没有没有 是我不好意思 我耽误了 真是抱歉 没关系 你看这样好吗 后天我们抽出时间 大家一起见个面 正是谈一些合作的事 你看怎么样 当然好了 这回我们肯定准备好 去登门拜访 那就这么说定了 其实啊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我刚刚才知道 你是戴总的准女婿 我跟戴总啊 是多年的交情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下棋 是吗 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嘛 这回肯定不会迟到的 好的好的 好嘞 再见 再见 怎么了 谁头丧气的 这是好事 戴戴小姐 半生效率多高啊 你岳父大人 也是相当地善解人意啊 我就知道 这种事情 不能让希希知道 她也不一定 怎么跟她爸念叨的呢 你说我这名声 我在公司里 已经够搏弄的了 你在传到客户那儿去 我真是 没事没事 你好 刘哥先生您好 我是温柔雪的助理陈嘉谦 请问您现在方便通话吗 你说 是这样的 您问婚期说 您的工作比较忙 可能没有时间来我们工作室 进行双方面谈 所以我们沟通了一下 由我来根据您的时间 安排单独见面 不知道安排您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一定要见面吗 我听说 别的婚庆公司 不是有一种什么 可以选的模板套餐之类的 你直接发邮件给我就行 嗯 模板有是有 但是我们主要是做 私人定制的高端策划 所以见面沟通效率会比较高 嗯 我们也需要 对您二位进行全面的了解 才知道要给您推荐 什么样子的风格 而且 您的未婚期盯得也比较紧 所以 这样吧 让我想想 然后我打电话给您 好吧 哦 好的 打扰您了 怎么了 不配合 有点不耐烦 说是安排一下时间在于 随下去吧 这俩人 女的是个傲娇的 甩手掌柜的 男的呢 想拿个模板 就打发了自己的婚礼 人一旦开始偷懒 爱情就快没喽 柳先生 不好意思啊 临时加了一个会 耽误了 没关系 郭姨刚来 这菜点呢很地道嘛 这家饭店呢 以前我常来 但是 西西吃不了辣 所以我都快忘了 他们的味道了 那赶紧趁热吃一点吧 离家乡久了 总要把熟悉的味道 放在肚子里头 不会想家 你怎么知道我是哪人 之前 我们没见过吧 那天 我去帮您布置 求婚现场的时候 看到了您的照片 您可是我们学校出国的 唯一一个高好庄园 照片就放在橱窗里 高中三年 我可是每天都能看到你 所以 你是刘柯学长对吧 是 也太巧了吧 那天都会有你帮忙 听说您进了一个 特别好的公司 看来不仅事业有成 马上有人在这里沉家了 还瞎混呗 既然咱们是老乡 你也别做年啊年啊的 太紧爱了 那以后 我就教你学长吧 我刚毕业一年多来上海 也没什么朋友 能在这里遇到学长 总觉得特别亲切 好 那我们边吃边聊吧 好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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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雪儿 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我来了啊 来 不哭了 不哭了 乖 快 乖 乖 听话啊 走走走走 快 快 快 站稳了 回家了 回家了啊 走走走 不好意思啊 小心 小心 来来来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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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今天啊 其实我约她出来 就没想到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哪个是你的事 我先送她回去吧 这是你的事是吧 是是是 来 冷静 好好好 慢点 不好意思 快快快快 送她回去啊 你走你的 走了 走了 哇 行啊 看不见了 嗯 哇 地妈呀 哭得我累死了都 这都分手绝对是 恋爱当中最麻烦的环节 搞得尔宇我诈的 真理 又是一个经验 分手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表现得太潇洒 你必须是特别难成的 那个样子 才能把对方给吓了 这个男朋友 你不是挺满意的 嗯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还行 我觉得算是 势均力敌的敞亮人吧 虽然每次也都是什么 美酒 礼物 热闻 老套路 但是比那些 毫无情趣的男人 还是好玩一点 那你说说 你这一通折腾 又是为什么 昨天 跟我一顿表白 那一场段 就是我在网上给刘柯找的那一顿 一模一样 送我的鞋子呢 应该是两年前追哪个姑娘剩下的 最可怕的事 案子的事 一嘴的打算 完全击退了我所有的欲望技术 你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你就跟她分手 你至于吗 你下次提醒她一下不就得了 我费纳静 费纳静我还不如回家找你玩呢 行 别闹了 不行 不行 刚才有两杯 喝得太猛了 我现在背好难受 你前面给我找一顿 我得吐了 你等一下 你还好吗 啊 你 我 明天你要提案的艾米 是主要主要 她有自己的私心 你可以想办法提前公关她一下 还有 既然大家又做回同事了 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微信 从黑面单里拉出来了呢 这样沟通太不方便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学姐 你不会还没起床吧 再不走咱们婚礼就要迟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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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气球也是要拿的吗 我来 我来 那个不是 昨天朋友送给我的 昨天不是见刘鹤去了吗 对啊 那你这气球 我给师傅打个电话吧 看她到哪了啊 喂 喂 师傅 喂 师傅 哎 我们在哪了 我马上到呀 想要拿下考验项目 你必须先搞定解析卡 谢谢三明姐 不好意思啊 麻烦再等一下 艾米可能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我已经发消息给她了 没关系 不急的 不急的 啊 这气球还不相信她回来呢 不然 她一年半可好办在隔壁开会 助理 你去上洗手间 等我消息再回来 回来是别关门 不好意思啊 麻烦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出门又转直走 谢谢啊 来 您好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您可以考虑办一张我们的卡 我们办卡当天还有额外的 买一赠一的优惠 那另外一杯 就给我身后这位女士吧 我吗 您好 威酒店市场部丁慧桥 有幸请您喝杯咖啡吗 您好 还没走 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开始吧 稍等一下 我有个同事 去上洗手间了 你就是刚上任的 那位总监吧 听说您还亲自来提案 我还是挺惊讶的 这么好的机会 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我听说你们酒店 看上了我们可以 今年的年况 是的 你倒是很坦诚 我希望您不要误会 我在乎的不是签单的销售 我看重的 是与贵方合作联合市场的机会 赶紧回来吧 抱歉抱歉 我们开始吧 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你应该知道 我的职位 不可能管那么多很细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 我们的市场部 对你们的方案不满意 有的时候合作不成功 不见得是条件本身的问题 而是个人需求的问题 好 王总 你们都坐 我就是来打个招呼 顺便旁天亮去 您看一下 这是他们的方案 嗯 关于这次我们对方案的改动 是基于艾米上次提出的疑问 关于宣传策略 会议动线 以及会场设计的问题 针对以上的问题 我们各提出了三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稍后我会详细地讲解给大家听 简而言之 就是更加符合你们Kui的调性 分区更隐私 风格定制更强 性价比更高 好 艾米 你觉得这次的改动怎么样 这个 总体方向是对的 但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再沟通一下 那行 你们好好沟通 我还有个会 好 我们继续 哦 我们开始吧 嗯 灯光音响准备 新来马上交入场吧 赵千尼检查一下入场音乐 之前我们调整过一次 千万不要弄错了啊 你怎么穿着呢 你怎么穿着呢 你怎么说好啊 啊 谢谢 准备开场 谢谢 谢谢 你对新人不仅狼才礼貌 而且还才艺双旋 对不对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新狼呢 也将把好运送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 花菜 花菜花菜 生棍花菜啊 各位朋友们 现在请在场所有的 单身男士们 赶快来到舞台上 看看谁能够抢大 你是不是人 让伴郎也都参加吧 这样显得热闹一些 好的好的 我们的伴郎们也来到 这个舞台中央啊 快快快 来抢彩头了 快 我们给新郎三秒钟的 倒计时啊 各位 三 二 一 恭喜我们这一位帅气的伴郎 新郎 来 有什么话跟他说 我这位兄弟啊 感情单纯 为人真挚 最重要的 是人帅腿长 对 如果有哪位女生看上他的话 现场立刻就可以领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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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很好 你 чер伙 overe